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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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O用于在安全身份提供者处提供单点身份验证 这意味着用户登陆认证需要满足防火墙的安全策略 然后SAMO用于向Zabix和其他应用程序声明身份 SAMO方式的支持是Zabix具备开箱即用的 与各种本地和云身份提供商 安全可靠的监控 Zabix 5.0位更安全的监控进行了重大改进 支持Webhook的HTTP代理 使从Zabix server到外部告警 和ITSM系统的连接更加安全和可控 Agent端的监控指标支持黑名单和白名单 所有Zabix组件都可配置密码 以避免在TLS连接中使用非安全密码 支持到MySQL和PostgreSQL后端的加密连接 更强大的Share 256用于保存用户密码的hash值 自动化和发现 自动化是Zabix的重要组成部分 Zabix 5.0再通过以下支持来加强这一功能 发现Windows性能技术器 发现JMX技术器 更好的ODBC监控 能够为每个指标单独配置所有选项 高级可视化 以可读的方式来呈现数据 对操作至关重要 Zabix 5.0通过改进以下内容 以实现更好的效果 针对宽屏优化的Zabix用户界面的新布局 展示监视设备列表的全新视图 具有高级筛选功能 支持某些仪表板小部件可按事件标记进行筛选 能够将仪表板图形复制为图片 支持UI模块以扩展Zabix的功能 由于能够复制小部件 可以更快地创建仪表板 改善了Map标签的一致性 总之 Zabix是一个非常优秀免费的开源监控解决方案 要安装Zabix 需要科学上网 打开Windows的科学上网工具 并打开局域网共享功能 打开VR-RAYN的系统代理 测试是否可以访问YouTube 国外用户可以忽略该步骤 查看Windows IP地址 设置Centos 8的代理 IP地址为Windows的IP 端口为10809 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翻墙工具 如何进行局域网共享 可以在视频描述区 找到对应的视频链接 代理设置完成 访问YouTube进行测试 访问YouTube进行测试 Google可以返回数据 Google可以返回数据 说明代理正常 切换Root用户 安装ZapX存储库 安装ZapX存储库 安装前端 代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装数据库 重置MYSQL密码 重置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始化数据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入初始模式和数据 输入MYSQL密码 编辑Zabbix配置文件 查找DBPassword 在等于号后面输入刚刚创建的数据库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重新启动Zabbix和HTTPD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TPD Zukunft 选择语言 输入数据库密码 直接点击下一步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用户名为Admin 注意区分大小写 默认密码为Zabbix 全部为小写 新版本叫老版本 在界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至此 Zabbix 5.2已经安装完成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些许帮助 请点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下次上传视频时 您将收到通知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